把这个糖醋换进去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那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如何腌制青辣椒 有时候在家里做干刀面或炒面的时候 总是觉得差一点点 是吗 就是差了这个青辣椒了 我们的材料就非常简单的 我们有四样东西 首先我们就有青辣椒了 青辣椒买回来我们把它洗干干净净 过后我们就有白米醋 白米醋我们准备300克 然后我们就准备170克的冰糖花 把它倒下去 然后呢 半茶匙的盐 我们放下去搅拌一下 给它慢慢的融化 然后呢 我们就处理青辣椒 青辣椒呢 首先我们就要把这个丁 扒掉 然后扒掉它的丁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切成厚片了 厚片不需要太薄 太薄的话呢 口感就不好的了 好 我们放在一个滤网上面 然后呢 我们就摇一摇 然后把那个中脂去掉 好 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一锅水 我们放下去飞水 大概是烫它一个10秒就ok了 把青辣椒倒上来 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一碗的冰水 放下去过冷盒 好 冷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倒上来了 ok 倒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先把青辣椒滤干 好 滤干水之后呢 我们就把青辣椒 装在罐子里面 好 来到最后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糖醋 放进去 好 腌制青辣椒完成 那么这个青辣椒呢 我们放在冰箱里面 隔夜明天我们就可以拿来试的啦 那么腌制青辣椒的重点呢 首先 我们买了回来呢 就把它清洗一下 之后呢 我们切好了 我们就拿去塞一塞 塞掉它 它辣椒里面的纸 那么第二个重点呢 我们的辣椒拿去飞水过后呢 记得一定要过冷盒 如果我们没有过冷盒的话 就会导致到它那个辣椒啊 腌起来 它是带黄色 这样就不美的啦 那么学到了 记得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 希望大家会喜欢